你對成就的定義是什麼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里諾的心靈維他命 曾經有一場非常溫馨的追思禮拜 在追思禮拜上 一個兒子上台去追溯他那位過世的父親 他講的話很有意思 他說我父親很特別 他在跟我母親吵架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他總是先放下身段 總是願意先道歉 即便有人激怒了他 他就算生氣 他也不會氣很久 很快就原諒對方了 他可能沒有很大的一個攻擊 不見得有很高的學歷 但是他從來不會自卑 也不會分飾技術 而且很樂於幫助很多人 在我眼中 我父親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人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父親 他很簡短的說明了他父親的生平 而且形容他父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人 親愛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成就這兩個字 現代人常常很狹隘地把成就這兩個字 給定位在某一些很高的學歷 很棒的存款 或是一些某些很特別的一些 高知識分子的一些工作 但其實成就的定義不只是這樣 一個人有很好的品格 這也是一種很棒的成就 也是一種很另類 而且很高尚的成就 一個人能夠有很好的品格 很完善的一個心性 其實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所以曾經有人形容 自伏己心的強如取成 什麼意思呢 一個人能夠自伏自己的心性 那樣的成就 好比你去攻打下了一個城池 那樣如此的偉大 其實我們現在對於取成這個概念 可能已經不像古代人 好像要去攻城掠地 要去打兵打仗那樣的一個觀念 但其實在現代社會選舉還是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每次選舉完 勝選的一方站在台上 接受大家的歡呼 接受大家的一個送養 哇大家舉起手來 整個彩帶滿天飛 那是一個多棒的一個畫面 那是一個大家覺得多光榮的時刻 親愛的朋友 在上帝的眼中 當我們能夠有很好的心性 能夠有很好的品格的時候 這樣的成就 就好像一個人當選了一席縣市首長那樣 是值得道賀的 是值得被高舉 而且值得被送贊 在我們一開始 所講的那個兒子追思他的父親 他形容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 為什麼 真的就像我們所說的自福己心 強如取成 這個世界上有很好的工作 有很好存款的人也許很多 但是善良的人 有品格的人真的太難得 因為我們能夠做一個有成就的人 做一個品格好的人 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天天都給力 全台吧 天天 尾風